IT全部报心情互旋早知道 在目前的智能手机拍照中 双摄处于普及型阶段 而三摄算是方心为爱 四摄手机可谓是直指可数 而就在MWC2019上 诺基亚记出了其史上最强拍照手机 诺基亚9 PureView 它是世界上第一款采用 蔡斯五颗阵列式摄像头的手机 背部拥有的两颗17200万像素彩色传感器 可捕捉准确鲜艳的彩色涂铁 三颗1200万像素的黑白传感器 可提供清晰度和细节 所有五颗传感器加在一起 能够捕捉的光线 是单一传感器手机的十倍之多 同时使用诺基亚9 PureView拍摄的照片 均为HDR照片 五颗摄像头同时拍摄 融合为一张1200万像素的照片 使得拍出的照片具有出色的动态范围和景深 支持以RAW格式捕获图像 诺基亚还与Adopt合作独创 Photoshop和Lightroom编辑功能 使手机能获得更大的后期空间和调整技巧 其他配置方面 诺基亚9 PureView采用屏幕指纹解锁 这也是旗下首款搭载这款技术的新机 采用一块5.9英寸OLED屏幕 一看的是CPU1就采用骁龙845 最高配置为6GB RAM加128GB ROM 电池为4150毫安时 可以预计的是续航会比较好 那么诺粉小伙伴会和新机牵手吗 visible ISCPU1郫座 二十区 同 sekali